大家好,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 黄大兴两次干扰,五大兴遗憾丢金 慢进的怀然黄大兴违行动作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北京动画会 聊一聊近期进行的胆刀速滑500米的比赛 众所周知啊,作为这项赛事的未免冠军 五大兴啊,备受大家期待 很多人在赛情啊,觉得五大兴有冲击这块金牌的希望 结果呢,比赛的,在比赛过程中啊 五大兴暴冷在半决赛啊,惨遭淘汰 确实很多人啊,没有想到这个结果 那么其实啊,谈到这场比赛 去了五大兴啊,在比赛过程中没有发挥区 举动船被对手所压制这个软硬之外啊 还有另外一个软硬 那就是啊,在本场比赛中 韩国队运动员黄大兴在比赛过程中啊 屈性的两次干扰比赛的行为 那么首先第一次啊,就是黄大兴在比赛过程中 屈性的强跑的情况 众所周知啊,当有运动员强跑之后啊 那么其他运动员的比赛节奏啊 也会被打烂 这需要运动员有很好的适应能力 才能够啊,重新调整比赛的状态 那么五大兴是否会因为强跑受到干扰了 这一点啊,谁也无法保证 那么黄大兴的第二次严重干扰啊 就是在比赛过程中啊 黄大兴对另外一位运动员杜博一 杜博一是啊,严重犯规 那么这种黄大兴的比赛成绩也被取消 那么这一次犯规啊,也是影响到了五大兴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啊,当时黄大兴在比赛过程中啊 将冰刀抬高 而五大兴呢,正好跟随在黄大兴的身后 那么为了躲避这个抬高的冰刀啊 五大兴也是改变了滑行的路线 这也导致啊,五大兴的整个战术啊 受到了影响 那么面对黄大兴抬起的冰刀 那五大兴总不可能直接用领去顶着冰刀吧 他肯定本能的要避开冰刀 这实际上也是影响了五大兴的比赛状态 那么因此啊,很多人认为啊 这个五大兴遗憾丢尽啊,确实非常的可惜 除了有自身的原因之外啊 那么黄大兴在比赛过程中啊 打烂比赛的节奏 而且曲线的比较危险的动作 也会导致啊 五大兴的状态受到影响 那么另外啊,通过这个慢镜头回放啊 我们可以看出黄大兴的这个动作啊 确实非常的危险 险些导致五大兴啊受伤 因为抬起的冰刀 那可不是一般物体 如果说五大兴当时不是非常灵敏的 非常敏悦的躲过黄大兴的冰刀的话 那么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可以看出啊 这个黄大兴在比赛过程中的一些不规范动作啊 确实令人感到后怕 现在不只是说比赛成绩的问题 如果说黄大兴抬起的冰刀导致其他运动人受伤的话 那么这个结果谁来承担 因此啊,很多人在赛后啊 看到了黄大兴这个违行动作的这个图片之后啊 真的感到体型吊胆 作为一名理智的体育民 我们强烈的敬意啊 韩国队运动人黄大兴 在后面的比赛中啊 一定要规范自己的动作 否则啊 可能会酿成大错 大家认为呢 今天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